江湘 江轩兄弟俩 以前分别是大明的总兵和副总兵 历次征战 他们手里的兵所剩无几 李自成杀到大同 江湘立即投降 即便投降也差点被李自成弄死 李自成强行解散江湘的部队 又派心腹驻守大同城 满清杀来之前 江湘实质上已经背叛李自成 正好顺势投靠到满清那边 此后 重新招募旧日家丁 兄弟俩的骑兵加起来才三百余骑 江湘 江轩兄弟渡河南下 他们这三百余骑 被编为一个骑兵队 负责截略孟家装置新菜一带 兄长 不对劲啊 奔驰树里之后 江轩追到江湘身边 麦田的杂草 已经快尝到麦苗生了 至少半个月以上没有农夫打理 且这一路行来 民房全是空的 此地百姓早就不知躲哪去了 躲避灾祸 实属正常 江湘说道 江轩问道 那些空房子要不要烧掉 江湘并不回答 而是问道 你觉得达子能赢吗 江轩惊恐 压低声音说 兄长莫要胡言乱语 大清便是大清 哪来的什么达子 老子却忍不下去了 江湘咬牙切齿道 你我兄弟皆生于大同 长于大同 达子占了大同之后 烧杀抢掠什么事情没做过 山西百姓大汉多年 本就没什么粮食 这点口粮也被达子夺去 江轩也不装了 语气冷静道 兄长不要家人了吗 大丈夫在世 顾不得那么许多 江湘说道 江轩吐了一口浊气 那我便陪兄长闹一场 咱们投大同军去 咱们将家世居山西大同 南方的国号便是大同 岂不暗和天意 鬼的暗和天意 利益而已 他们想要反叛满清 确实有厌恶的成分 确实有民族大义的成分 但真正让他们做出决定的 却是被另一个汉奸抢走兵权 那个汉奸叫吴维华 兄长是大明公顺伯 一听这个爵位 就知道必为一族 吴家祖上是归顺大明的蒙古人 吴维华的兄长被李自成考想打死 满清入关之后 这货立即出城跪营 又主动请英 跑去山西 陕西招降 再禁献女子给阿继阁 最近 甚至打主意把侄女嫁给长奈作妾 长奈是刚林的弟弟 刚林又是多尔滚的心腹 吴维华这一番操作 迅速被满清封侯 又在驻守山西期间 抢走江家兄弟的部队 江湘 江轩如今只剩手里三百多个家丁 而且 吴维华还抢了江家的田产 那是江家祖上亲战来的军田 山西遍地荒无人烟 为啥还要抢田呢 因为江家的田都是好田 有水渠可以灌溉 投降满清一场 混得比在大明海惨 这汉奸不是白做了吗 反他娘的 兄长 那边有炊烟 江轩呼喊道 兄弟俩带着骑兵奔驰过去 却是芬田以前的大户宅院 原主人作恶多端 已经被农会镇压 大宅用来做村里的办公场所 同时兼做村里的学校 大宅围墙外一圈 都挖着壕沟 围墙上还有人放哨 子曰 君子之于天下也 吴氏也 吴墨也 亦之于彼 院墙内传来朗朗读书声 围墙上的百姓也越来越多 这些百姓 有的持着木枪 竹枪 有的持着锄头 扁担 毫不畏惧地怒视江家兄弟带来的骑兵 子曰 能以礼让为国呼 何有 不能以礼让为国 如礼合 子曰 不患无畏 患所以立 不患莫己知 求为可知也 江湘侧耳倾听那读书声 突然大笑 从山西来辞一两月 第一回听见有孩童读书 他扭头问弟弟 你忍心放火烧了这屋吗 走吧 江轩叹息 他们的家人在山西 但各送了一个儿子去北京 家人或许不会死绝 可背叛满清之后 北京的儿子肯定没了 策马奔驰一阵 江轩说道 便是做客 也要带些薄礼 咱们先降李自成 副将那满清达子 如今又来降召皇帝 若不带一份薄礼 岂不是要被人笑话 说得好 礼节的齐全 江湘笑道 兄弟俩立即调转方向 朝着友军的抢劫范围奔去 他们身后 则升起狼烟 那是村民发出的示警信号 当天下午 二人摇摇撞见刘芳明的部队 这个村落的百姓 也集中住在几处大宅 刘芳明的骑兵没有攻打 而是一路点燃空置的民房 并且 故意踩塌麦田 毁坏赵汉治下的庄稼 刘将军 江湘阁的老远就大喊 刘芳明策马过来会合 笑问道 你们二位怎来了 江湘说道 探马遇到尾童的火冲骑兵 我连忙就带兵过来了 刘芳明连忙伸脖子张望 问道 没追上来吧 没有 江湘骑马过去 刘芳明说 要不咱们一道 人多些也好办事 正有此意 江湘笑着说 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江湘突然加速 拔刀朝着刘芳明斩去 刘芳明躲闪不及 下意识台币格党 被当场砍断半只右手 江宣也杀过来 一刀将其斩落马下 历史上 多次镇压宁夏起义 历任满清定西将军 四川提督 江南右路总兵 还在崇明击败郑成功的大汉奸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变死了 杀 江家的骑兵冲锋过来 杀得刘芳明的骑兵措手不及 处于后方的全部骑马盾逃 江湘一边冲杀 一边喊道 丢掉兵器 投降不杀 一刻钟之后 江湘不离已经桃远的溃兵 对那些投降的骑兵说 你们的主将已死 回去还有甚前途 莫要再给鸭子当狗 随我一起去投了赵皇帝 愿意投降的 自然是想活命 江家兄弟提着刘芳明的脑袋 带着将近四百骑兵 另外还有二十多匹战马 一路狂奔朝着上菜县城而去 半道上 他们就碰到曹辩骄 曹辩骄正率领龙骑兵追杀来犯之敌 全军下马 扔掉兵器 江湘自动解除武装 然后提着刘芳明的脑袋 单枪匹马跑过去投降 曹辩骄笑道 或 原来是江兄弟 江湘把脑袋抛出 刘芳明的首级 略被剥离 请曹兄笑纳 好说 曹辩骄问道 来袭扰的骑兵有多少 江湘详细说道 三四千 都是大明边疆的家丁 开封府的兵力在往西华县集结 祖大寿为首城主将 吴三桂为副将 这次出来劫掠袭扰的骑兵 便是吴三桂带队 至于打球多尔滚的主力 已经向东去了 我也不晓得去了哪边 这属于重要军事情报 曹辩骄派人去新菜报信 新菜会给赵汉送去军情 又对江湘说 带兵跟我走 江家兄弟 跟随曹辩骄直奔上菜 龙骑兵在此集合之后 根本不理入境的嫡妻 把吴三桂当作一团空气 他们略作休息 便直奔衍城 去见第六师的诗长江大山 多尔滚带着大军东去 必是要跟陛下打大仗 曹辩骄说道 我军当趁机进攻 不可被那些肆扰地方的嫡妻所获 江大山迟疑道 万一这是多尔滚在引诱我们出兵呢 曹辩骄想了想说 也有可能 江大山说道 以防万一 得跟第七师合兵 黄顺的第七师 从夜线出发 早就已经夺取襄城 接到赵汉的军令 便一直驻扎襄城不再前进 曹辩骄带着投城的江家兄弟 撒出骑兵到处打探 确定方圆数十里没有满清大军 江大山这才跟黄顺约好 一西一南 同时朝着林颖县进发 不搞任何花火 两个正规师 五十门火炮 对着林颖县城就开轰 这里的城墙 比几宁 商丘差远了 仅大半天时间 城墙就被火炮轰塌 一万多大铜部足从缺口冲进去 守江市孙传廷的旧部贾汉富 还没等城墙倒塌 他就带着家丁弃城而逃 不逃不行 他那点兵 只能守城 城墙塌了绝对守不住 听着龙龙炮响 贾汉富心惊胆战 他已经后悔投降满清了 五百龙骑兵被撒出去做探马 剩下二千龙骑兵 还有江湘的四百家丁骑兵 早就在城北等着 看到贾汉富带兵逃跑 曹变焦立即率领骑兵冲过来 贾汉富想了想 叹息一声 勒马下令 都降了 跑不掉的 几个龙骑兵过去 将贾汉富给捆起来 灰头土脸拖到曹变焦面前 贾兄弟 多年不见啊 曹变焦笑道 贾汉富无奈说 被俘之人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都是熟人 用不着客套 第六诗 第七诗 拿下林颖继续进发 直奔组大寿助守的西华献而去 那里的敌军可多得很 除了降兵降将 还有河南本地贼寇 乌七八糟 足有好几万人 探知大同军有数十门火炮 祖大寿感觉县城没法坚守 干脆把吴三桂给召回来 等着大同军过去 然后出城打上一场 不打就得撤退 撤至许州 许昌 那里的城墙更惊得起火炮 否则的话 几万人窝在小县城里 被火炮轰上几天 军心士气将直线下滑